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来到好吃好给力玻璃海苔点心片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蜗鸟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最近的电视剧《人间智慧是清欢》正在热播 入节就是我们38岁的陈乔恩 但是面对乔恩38岁还去挑战这样一个角色就引发了热议 有很多网友就说 38岁去演这样一个小姑娘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对此乔恩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她说已经38岁了还去演这样的角色 能给观众带来幸福感也是蛮难的 希望观众还是有宽容的心态了 所以我对于乔恩这样勇于挑战自我还是要点一个赞 对 说到挑战的话 我特别欣赏那种喜欢勇于挑战的人 家说的就是肖敬腾了 因为他也有一个挑战的梦 之前在歌唱事业当中也是创下了不少的成绩 但是他现在决定抛开之前创造一切 和小伙伴来组建乐队 从新开始 狮子合唱团马上就要来上海开演唱会了嘛 然后你们有一次什么亮点可以提前的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是两个 我们就是表白这些 肖敬腾口中的我们 只在就是他在2016年 所建的乐团《狮子合唱团》 这个月底 肖敬腾与《狮子合唱团》将登陆上海举行各唱 这样这支成军不到一年的乐团 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里 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狮子合唱团的灵魂人物 毫无疑问就是主唱肖敬腾 作为一个出道已经十年的流行歌手 30岁的肖敬腾打碎自己重新出发 激发那颗摇滚的心 然而跨出这一步却没有那么容易 我当时要开始准备我的这一张专辑 它让我又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想组团的欲望 肖敬腾是个主流市场艺人 我们这么辛苦地做满了十年 他要把自己打碎归零 我不可思议他在想什么 可是我就是要做 你不帮我发布我也要自己 好聚大众心中的那个老肖宇神 此时的肖敬腾就好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样 充满了对摇滚乐的热血 发片气的狮子合唱团 就像每一个出道乐团一样 兢兢业业地跑通告 一场又一场地跑校园巡演 他们用一场场的表演打向乐队的名声 而已经身为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肖敬腾 却从来没有感觉疲倦 因为组建乐团从来就是他的梦想 在我心中它是我从小的梦 在我入行的时候 我其实很希望以一个摇滚乐团的方式出道 所以刚好在第十年的时候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在三十岁以前 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遵循初心的召唤 做纯正的流行金曲摇滚 三十岁的肖敬腾完成了对自己的承诺 而接下来他想做的是让狮子合唱团的音乐更加纯粹 不再有肖敬腾的印记 他也知道一期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狮子有自己的歌 肖敬腾有自己的作品 两者的作品是区隔的 然后表演形式其实两个秀也是有很大的差异 要看来就知道 挑战就是希望观众也喜欢 一边是小众的摇滚 一边是将音乐推广给大众的使命 唯一不变的是肖敬腾对音乐赤诚的追求 但愿这颗年近三十 却依然充满热情的追梦赤子心 能够继续跳跃下去 乐阪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跟他聊的就是创造我们华语电影票房新纪录的《战狼2》了 目前来说已经突破了52亿的成绩 所以大家都期盼着这个《战狼3》能够赶紧推出有所期待 但是在这个节目眼上 我们的吴京却表示决定要赞别娱乐圈 选择时间去慢慢沉淀 然后给自己充充电 希望自己有多的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家人 是的 我觉得充电真的蛮好的 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 那说到充电呢 就不得不提娱乐圈的另一个人就是胡哥 他呢也是暂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去国外充电学习 这部对于他刚从国外放假回来 也是跟我们分享他的充电人生哦 在这个学生们休息放松的暑假里 好不容易等来留学第一个假期的胡哥 一回国又开启了高能工作模式 尽管回归了艺人身份 但大家对于学生身份的胡哥 有着更多的关心 话题也自然离不开他的留学生活 我挺独立的啊 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人住了 虽然我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 但我觉得我精神上还是很独立的 我经常会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然后也可能处女作业 习惯不断地去颠覆自己吧 今年年初胡哥宣布出国留学 在演艺界掀起了一阵讨论 在当红的时候选择成绩 就是胡哥颠覆自己的方式 在留学的过程中 胡哥十分低调 放下自己所有的名利 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自己在出租房里做饭 抱着书在校园散步 在校园中脱掉志气 成为一名演员的胡哥 经过了人生中那么多的起起伏伏 又再次回到学校 胡哥也是感触过深 虽然我们所深处的这个圈 叫做娱乐圈 但是你带给大家快乐欢笑的同时 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思考 我觉得这是我们更应该去做的 对 看着胡哥哥现在脸上的成熟 才回想起当初自己演的那么多的角色 对于胡哥来说 李逍遥和梅长苏 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我心目中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是李逍遥 也是因为这个角色被广大的观众所认识 也是他把我带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所以我很感谢李逍遥 那第二个角色 大家应该知道是梅长苏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缘分 我和他之间的缘分 也是我的幸运 我可以遇到一个角色和我的经历 有那么多的重合和相似之处 相信对于那个调皮又帅气的李逍遥 大家一定是不会陌生的 而在《新进旗下传》中 出演李逍遥一角的胡哥 更是一时间声名大噪 我要勤奋地工作 养儿 育劳 就算我们不能够大富大贵 我也要让你天天幸福 天天都开开心心的 由于《仙进旗下传》觉得很好的成功 胡哥被视为80后帅气的新一代演员 之后接派了《新聊斋志异》 《天外飞仙》 就在胡哥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一场噩梦正朝他走来 2006年8月29日晚 护航高速加薪路段 胡哥与女助手张勉乘坐现代旅行车 与一辆相似货车发生追尾碰撞 助手抢救无效身亡 胡哥右眼重伤 此后胡哥四天内经历两次全身麻醉手术 脸和脖子夹起来缝了100多针 面临毁容的危险 即使是面对身体这么大的重创 胡哥也还是十分乐观地接受了生活给他的挑战 甚至为了不让身旁的朋友和家人为他担心 还开玩笑地说 现在可以演钟楼怪侠 演夜半歌声 还不用化妆 就是这样 他用他的玩强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时期 他没有一蹶不振 反而越挫越勇 在经过多次修复手势后 2007年6月 胡哥在北京正式宣布付出 他回到了一直等待他痊愈的射雕巨子 这一年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沉痛的 悲伤的 也有喜悦的 不管是什么事情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们大家所有人来说 应该都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那今天站在这里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让我可以重新回到剧组 重新回到这个 我熟悉又热爱的地方 所以我会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一次机会 我相信自己会给大家 送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谢谢 重新走回演艺道路的胡哥 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 他接连拍摄了新剑旗下转三 间谍 轩缘剑之天之痕等多部电视剧 在轩缘剑中 胡哥还首次尝试担任出品人 投资并出演了这部剧 从以往的表演的经历来看的话 我在现场可能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会多一些 看的东西会多一些 就是以前可能只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的戏上就好了 那现在我会在现场 更多的去观察 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或者说是需要改善改进的地方 从演员到出品人 身份的转变 让胡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但真正将胡哥重新推回大众视野的 就要是胡哥说的第二个至关重要角色 梅长苏 凭借着在狼牙榜中的出色表现 胡哥终于从李逍遥变成了梅长苏 他又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演技 还收获了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 最佳男演员等等把奖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靠着热度乘胜追击的时候 他却决定全面减产拍摄行程 胡哥是霸屏男神 那我不知道你这个2016年 好像主要是要减产减料料以休息为主啊 对对 屏幕不能霸屏太长的事 对对 2016年 胡哥将重新投放在了由江伟之导 孙宏雷 张嘉义等主演的电视剧《猎场》的拍摄当中 在片中担任男主角的胡哥表示 这次将挑战最难角色 战性和以往不同的一面 你能看到两个人一辈子该怎么活 你自己还能活清楚呢 你还管别人怎么活 不不不 你有毛病吗 这就是你有毛病吧 把他给 他受不了了 他才走 我就不能动来动去 郑秋冬这个角色 是我 能够为之牺牲 自我的一个角色 我可以为了去演 这个角色 我可以 就忘我 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 这个是很难得 也是对于每个演员来说非常可贵的体验 2016年电视剧全面减产 2017年胡哥就干脆宣布 新影留学来回自己充电 我是一直有这么一个念头和想法 我想去进修一下 但是具体去哪里读书 具体在什么地方学什么专业呢 还没有最后确定 拿得起 放得下 可以说是胡哥从艺事业的座右铭 在当红的时候 他拿得起 遭遇不幸的时候 他放得下 回归迎民的时候 他拿得起 出国进修的时候 他放得下 他不仅在困难的时候能够挑战自己 在演艺道路大红大紫的时候 也能挑战自己 胡哥说 如果多年以后 人们提到我 还是谈论车祸这个事 那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否定 说明我一直都没有其他的成就 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不卖惨 只看作品 这就是胡哥的工作之道 乐阪天综合报道 酷鼠排气磨难多 演员强忍高温超敬业 每天都来喝 互相正继续 互相正继续 为了不中所 因为他影响性多 彼此开 欢迎在广告中呢 继续回到 正好给力波利 海太铁新生 独家冠迷播剧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温鸟 大家好 我是紫薇 对 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呢 就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信的互动呢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我们送出的礼物 那今天要送出的是 吉导车神的电影票了 这样好好送给我们的 紫薇同学一个称号 但是最敬业的主持人 因为那我这样 你前段时间呢 一直在横店来探班 注点 特别的辛苦 你看这大热天 很容易中暑 特别不容易 是啊 因此在横店探班的时候 我还学到了一个 防暑小妙招 就是在雨伞底下呢 夹着一个便携的电风扇 哎呦 这个方法还蛮管用 但其实我还不算很辛苦 真正辛苦的是那些演员们 他们要在这个高温下面 穿着厚重的戏服 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很久 哇 我真的觉得演员在高温下拍戏 太不容易了 要说这演员夏日拍戏 着实是相当痛苦的事 尤其是古装戏 不过在娱乐圈中 有许多演员 他们为了能给观众们 带来好的作品 仍然不畏酷暑 坚持工作 着实令人相当敬佩 近日仙霞奇幻电视剧 香蜜沉沉静如霜 在横店举办了媒体坦班 活动当天天气时温炎热 众演员都是风扇不离手 而备手高温折磨的记者们 也忍不住向主演们询问 地数妙招 由于是千霞学话剧 电视剧《小女》中 有许多需要在绿幕棚内 拍摄的场景 也以为在棚内拍摄 会两块一些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棚内温度也是相当的高 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去测量 那个摄影棚里边的温度 你知道有多少度吗 56度 强忍高温拍摄 俨然成了演员的必修客 不仅如此 为了能够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人员们往往需要 里三层外三层的穿上戏服 每天都在像免费征丧拿 我们就是每天早上 穿上服装之后 就开始湿 湿到晚上 除非你换一套服装 不会干的 服装不能打折后 妆容还要保持精致 这对于容易出汗的演员来说 又是一大难题 最近在打破古装剧纠模式 开创青春清新清古风的 古装励志偶像剧 芸汐传的剧组里 住院张哲涵就透露 因为刘翰过多 被导演不停喊停 我这个汗 我都很好奇 为什么每次我和 就是小区拍戏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问他 为什么你不出汗 然后我的脸上 就不停地在躺汗 可能是一个镜头还没拍完 然后就是导演 咔 擦汗 擦完汗 然后又拍 过一会儿 咔 擦汗 就是一直这样 因为频频要补妆 许多演员在应对花妆的问题上 也总结出了自己的独家秘诀 脱的话 肯定底妆就会花掉了 所以一般都是那种按压的 这样的话 底色也会比较服贴在脸上 你们一看我手 已经抓一块纸巾了 已经变成这样了 拍戏的时候就这样藏起来 就是这样藏起来 讲话什么的 然后一看了 那立刻出来擦汗 其实流汗花妆还算是小事 如果中暑那可就麻烦了 除了身体不适之外 还会影响剧组拍摄进度 因此在拍戏时 演员们都会用尽各种方式 预防中暑 特别热 主要因为对 古装嘛 穿的衣服也多 每天都在喝 护香正气水 护香正气水 为了不中暑 因为怕影响进度 哎呀我都 中暑三次 每天回家都要 请那个针灸医生来针灸 每天吐 它名字就叫冰袋 就是你把它冻冰箱 它就会 就是结成冰嘛 它就是冰的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冰块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往身上 冰一冰啊什么的 我们今天就 基本上就没有停过 就是期间冰凉的东西 希望可以消暑 不得不说 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 演员们还能够坚持拍戏 着实是相当敬业 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精神 值得大家学习 老半天总和报道 历史多年苦心打造的动作 飙车大片 极道车神 近日在上海 广州 深圳 武汉 成都等十大城市展开 夏末狂飙点印 为炎炎惊吓 刮来一股独一无二的 酷爽旋风 举期影片由 安塞尔·二格特 携手 莉莉·詹姆斯 以及奥斯坎最佳男主角 凯文·史派西等 联媚出演 讲述了 患有耳鸣的 逃亡车手宝宝 与一群疯狂至极的 北美抢匪之间发生的 一系列精彩冒险故事 影片与今天 正式登陆各大院线 抓住下目的尾巴 感受一番速度和心跳 共存的盛会吧 乐阪天 欢迎来到 玻璃海苔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昨天娱乐显微镜的答案 就是刘德华 恭喜两位幸运观众 获得玻璃海苔 提供的礼包一份 以及乐阪天定制的充电宝 好我们再看 今天的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问题就是 拿着这个手磨的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呢 赶快通过微博 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来正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海苔 送出的礼包 以及东南卫视乐翻天的 定制充电宝了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周我们